大家好 我是周伟伟 最近一段时间 很多大哥没少照顾兄弟们跟惠北 让我们相信了人间有爱 世间有光 但是这种帮助也只是一时的 不可能是长长久久的 最终的事情的一个走向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而且我们也不是真真正正中需要的帮助的那一部分人 所以说想问问兄弟们啊 在2024年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跟期待 不可能再像2023年一样的闷闷恶恶过了一年 说说吧 谭先生 我随后说 我就打算把驾照烤了嘛 然后到时候去租个车 看跑跑滴滴什么的 最近呢也在开始看题目了 看了好几百道了 老瓜子都嗡嗡的了 想去坐滴滴司机啊 对啊 我啊 租个车子一个月不少钱哦 一两千的 一两千租什么车子 你这电车的话你租上来 隔几能也得五千块钱一个月吧 反正他到时候从公司里面扣嘛 是这样子的吗 是不是要交保重金什么乱七八糟的费用呢 不用把身份的压到从那里 到时候他从公司里面扣到车费就行了 不过如果说你要好好干 像你这么能吃苦能耐劳的 估计应该是不少赚 反正要求不高啊 赚个三千四千够吃够花就行了 没有那么大的要求没那么的追求 就很想问一句就是对明年一种年啊 就是说存多少重多少 存存个三万块就够了 就吃完用完二六万四年存个三万 对 你别笑了 那你说说你呢 可笑 哇 我找个工厂上班去 就老老实实在美丽 进工厂打螺丝去 你怎么攒多少钱嘛 要是在工厂里攒的钱可就多了 没个十万块钱谁进工厂 现在 你又不会技术 你凭什么拿十万块工资 一年攒过十万块吗 你有技术吗 学 我还年轻了 脑子还挺快的 什么现在现在学也学的会 那也学不吧 那你打算学什么 啊 学什么 电子厂 然后到时候当个小小班长或者是小厂长 你当不了 那小组长也行 你当不了 小组长我都当不了 当不了 我就骗你当厂长看看 好你当个厂长 我 我到底 剃头 认真一点的说 你吹个小牛 可以的 你这个牛吹的有点大了 我也不忍心去给你戳破 免得你尴尬 我要就是进工厂 我要打螺丝 说点正儿八九的事情 正儿八九我就进工厂还能干嘛 没干过的 没干过的 以我对你一年半的一个了解 你刚刚说的这句 就是 口号 不现实 不现实 我感觉也不现实 你今天问的不就是一个这个明年的规划一个口号吗 不是说口号 我说的是正儿八九呢 正儿八九 我现在想我明年就是进工厂吗 可以可以 如果说你能做得到的话 那也是 极好的一件事情 有说 有说踏实其实也蛮重要的 对我要做个踏实的孩子 哟 他真的能借话 然后 往这脸上贴 不然明年怎么办 还是老样子在就在娃娃呆着吗 希望能做出一些改变 希望能找点事情做 所以说进工厂 这确实是 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件事 也是广大网友们希望的 不是你做什么东西 是为你自己而做的 跟别人稀不希望你 跟别人就是 怎样不是为别人而活的 但是 这是他们希望的 你别管一不因为他们 有这件事 发言完毕了吗 完毕了 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啥了 就是 反正要 要不就是 还是在忙着好好呆着 要不就是进工厂 两种选择 会不会在2024年来 肯定是好好的去做烤圈羊 最近这几天烤圈羊没有就是 消息 是因为我在给设备 规格 种类 还有味道 再做一个全面的升级 升级完之后就 推向市场 兄弟们都挺有想法的 希望大家都能说到做到 而且都能实现 好了朋友们 本期视频单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